個人功效在30分 超過了你個人平均得分21分 但是相對的 你每一場比賽大家很關注的助攻 這場比賽上下各場各只有一支 能不能談談這場比賽 這個機場 所以都是看防守的策略吧 J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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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防守的策略 所以我們看到有一段時間 就是一直包夾 一直搶眼霧 一直八成萬 就是針對我 然後突然就是 有很多助攻 球人打開了 隊友打開了 那現在我們最近看到了 就是這個包夾少了 那他們現在就回到一個 二打二的防守 他們不讓我們的投手 射手 就是投了三分球了 所以這兩場這三場 都是比較自己的機會 空間 就有更多的 那我不會去追什麼數據 我就是看前面防守給我什麼 我就這樣子去打 也是比較簡單的一種方式 我也剛剛跟正如有在聊 就是他說 因為一樣呢 就是射手一直投得很準 那很多對手也會比較怕我們的三分射手 所以也是這樣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媒體 我們請馬來西亞媒體人 你隨先提問 哈勒 Jeremy 我是特地籌馬來西亞 飛來看你打球 謝謝謝謝 歡迎 首先我想 可以跟新加坡馬來西亞 東南亞的球迷打個招呼嗎 大家好 大家好 也是很感謝 每個球迷在網路上 關注我們的球隊 我們也知道 就看最近這個 匹零的數據 就是有更多更多的球迷去關注我們這個聯盟 所以非常感謝 還有就是我想問一下 因為 你現在我感覺得到 你在場上打球的時候 還是非常Enjoy的那個 比賽的樂趣 我想問一下 現在這個 當下 你是在打球方面 你是用什麼心態去面對每一場比賽 我現在的心態 我可能 第一個目標就是替上帝去打球 那這個就是付出你最好的準備 跟你最好的 用全力去打 我不會給自己壓力 就今天必須要 投進每個球 或者什麼什麼 就是可能是 也是龍哥一直給我們這句話 就是你 這個我的中文 有一點忘記 這個意思就是 如果我們就 關注這個過程 結果就會是結果 所以 對我來說 能放開相信上帝給我們的結果 如果我能放下這件事 然後就專注在這個過程裡 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快樂的 滿足的一種方式去打球 所以這主要是我的心態 所以這是為什麼一個球隊 就是你怎麼去面對這些失敗訴求的時候 你也怎麼去面對成功的時候 那你怎麼保持一個很穩定的一種心態 那 龍哥的個性就是 永遠不太高 永遠不太低 我們以前也會有一句話 在NBA裡會有一句話 就是 你贏球不是代表每一樣東西都是做對了 你輸球也不代表每一樣東西都是做錯了 就是去保持這個很穩定的一種方式去一步一步來 所以 你開始想太多 開始數 開始看 真的什麼 這次就會 只會加一點壓力 那 在這裡 我們不會有這個 在更衣室 我們說的這些東西 這個文化 這個心態 從教練 傳播到全部的球員都是 就是 我們還是 不要換我們的 我們不用改什麼 方向 我們就是穩定的 做我們 最好的自己 你知道 那是 那是 今天他們說 什麼 Mr.Pack 我不太確定 那是什麼 只是看到今天的海報 對 那是 然後 你跟傑哥是 在最後 Final 那 有什麼話想要跟 投票給你的 球迷們說嗎 你 傑哥 Beast 其實還是 尊重老大 給Beast 吧 我 我不應該說這句話嗎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Beast的球迷 這些東西 就交給球迷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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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還是交給球迷吧 還是交給球迷吧